这两天我们邻居里曝光了淘宝卖家冒充江苏网络台诈骗淘宝客服推诿 遭网络编辑叫板的事情 节目播出之后有很多观众通过电话微博微信给我们打来电话说 他们也遭遇了淘宝客服的推诿 南京的姚女士去年年初登陆淘宝阿丽旺旺发现许多人家她并询问为何不发货 姚女士致电淘宝客服才知道 有人用她几个月前被盗的身份证在广州开了个店 客服建议姚女士报警 但拒绝向姚女士透露盗用她身份证的店家名称 派出所的警官就问我是什么人 然后开了什么店 我说我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也向淘宝的客服询问了 他说涉及到对方的隐私 说不能告诉我任何的东西 经过一系列核实后 淘宝证实姚女士确实被人盗用了身份证 承诺查封该淘宝店铺 后来那个店至于最后有没有查封 我真的一点都不知道 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店 另一位姓姚的先生也有同样的遭遇 去年双十二 姚先生参加淘宝店家促销活动 花九块九 抢拍了一件大衣 然而直到今天对方还没有发货 前两天姚先生收到短信 淘宝称退款九块九将在近日打入姚先生的银行账户 从付款到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 姚先生曾多次打电话给淘宝客服询问 他们说就是一直那个就是帮我去催 其实淘宝网在十二月十三号就发现该店铺有问题 对其进行了监管 而在监管期间 店家页面可以正常浏览 许多不知情的人还在继续下单 如果说像他们所说当时已经被监网的话 我就没有必要把这个事情拖了这么久 当时就可以申请去退款 姚先生再向客服咨询了卖家信息 客服称目前交易处于关闭状态无法提供 但姚先生说交易关闭明明是淘宝所为 以这个理由拒不提供卖家信息 他难以接受 江苏城市频道为你报道 很多观众跟网友向我们反映说 这淘宝客服的态度非常的好 就是他愿意听你不停的说 而且呢 这个态度好 而且非常的耐心 但是呢 就是不解决问题 还有很多观众就说了 有点虚心接受 坚决不改的意思 但这个做法呢 确实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失望 有点虚心接受